剛才兩位立委就是提出一點點的觀點 首先 陳清飛立委 我剛開始已經有說過 假結婚 這是移民署把關的問題 所以希望民進黨的立委不要把他議題犯政治掛了 你們民主主黨找選票 再來 如果關於認同的問題 從民國九十二年開始就有十年三十億的政府輔導基金的補助 他可以幫助這些陸配適應臺灣社會 那到時候他們就跟臺灣人沒有什麼能量 你歧視大陸人不是很歧視我們自己嗎 然後再來 先前邱毅營立委 他有提到大陸金糧滿街討的問題 現在我們只是要求他們和其他的外配有同樣的年限 只把它縮短為三到四年 難道這樣子就會滿街討嗎 那那些東南亞來的 歐美來的 難道就不會滿街討嗎 為什麼你只怕大陸配有滿街討 而不怕這些東南亞的人入境臺灣呢 你們根本就是把那個陸配都汙泥化了 因此我認為比照外配的年限 是現在的當務之急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馮委員 那接下來請 關系國民小學生在堅守